他現在被東西壓住 然後我們現在要送他去車上門 他現在昏迷不行啊 一名男同學被送上救護車 情況非常危急 因為他被重物壓到 緊急送醫 對不起 老師打電話給男同學的阿公 講話都在顫抖 不停的喊抱歉 一路陪著孩子到醫院 希望能把握黃金救援時間 從鬼門關把孩子救回來 沒想到還是會填法術 回到事發地點 這是在台南的漁光島 當時一群國小五年級的學生 在老師和教練的帶對下 到這裡戶外教學 但因為突然下起大雨 男同學卻獨自跑到這處棚架躲雨 沒想到棚架被風雨吹垮 男同因此喪命 聽說是事後才發現的 因為那小朋友自己跑去躲雨 誇張的是 明明現場有兩名老師 還有十幾名的教練陪同 加上只帶一個班級 人力配置上明顯足夠 但怎麼男同落單也沒發現 直到清點人數出去找人 才發現為十一萬 一切真的是發生的太突然 那一切現在已經都進行到 所謂相關的一個調查當中 根據了解 男同是單親家庭 父親打零工撫養他 當天他因為沒帶換洗的義務 所以沒有下水 待在沙灘上 就當所有人因為大雨來襲 躲進室內 男同落單遭被吹垮的 棚架壓傷喪命 學校方面有沒有疏失 相關單位已經介入調查 記者賴關聰 台南報導